2 來唱注音符號歌 一枈の節音符號的供應 小朋友好 我是晶晶老师 又到了我们的注音符号课 我们的注音符号课 请你拿拨本 请你拿拨本出来哦 还有请你拿纳笔出来 我们准备好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功课咯 好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功课有什么 来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是 安 安 好什么安呢 好我们有看到这里 好这个是太阳 小朋友你认识太阳 对不对 好每天早上起床了 嗯你就会看到天空上会有太阳 好这个是太阳 晶晶老师看到太阳 我不喜欢太阳因为会让我觉得很热 晶晶老师很不喜欢很热 因为太阳会让我觉得哇好热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念这个 来跟我一起念哦小朋友 来张开嘴巴 大太阳 暖洋洋 很舒服 热热的很舒服 有些小朋友喜欢太阳 因为会觉得很舒服 大太阳 暖洋洋 太阳 昂 好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 昂 好 好那我们来看看太阳 好不好 小朋友你会画太阳吗 晶晶老师要请你们来看太阳长得怎么样 好吗 好我们来看 嗯 在这里 ok 好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太阳呢 哇你看这里的太阳 好大 ok 看到太阳觉得好热 对不对 哇这里有很多你看到的很多太阳 太阳让我们觉得好热哦 太阳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太阳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 昂昂昂 太阳 昂昂昂 那昂昂昂 我要请小朋友来找找看 哪里有昂 昂昂昂 好 晶晶老师已经看到了哦 太阳 昂昂昂 还有呢 这里还有一个太阳 昂昂昂昂昂 昂昂昂 暖阳 阳 昂昂 昂昂 好 小朋友都看到了吗 如果你找到了请你拿蜡笔圈起来 好吗 好 圈好了 晶晶老师要请你来跟我一起画一画 好 我们画一画 昂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拿红色的蜡笔 太阳的昂 有两画 请你来画哦 好 从这里 一 好 再来 二 对不起小朋友 这个昂 有三画哦 你看 画完了二 还有三哦 所以你看一下 还有三 我要拿绿色 从这里 好 这里还有一个昂 有一画 所以昂 你拿了三个颜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三个颜色 三画 好吗 好 如果你画好了 我们再来数一数 昂有几画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起数一数 好 一 二 三 好 这里有三画 所以我们要请小朋友拿红色蜡笔 来画一 二 请你拿蓝色蜡笔 二在这里 画下来 三 请你拿绿色蜡笔 在这里 画过来 好了吗 好 有三种颜色哦 三画 昂 我们再一次 一 二 二 三 从这里 好 请你注意看哦 跟着晶晶老师画 三画 再一次 一 从这里 二 蓝色 从这里 三 绿色 从这里 好 所以总共昂有三画 请小朋友注意咯 请你拿蜡笔起来 画昂 好吗 好 已经好的 我们再来念一次 好 请小朋友来跟我一起念 大太阳 暖洋洋 太阳 昂 昂 昂 好 好 请小朋友自己念一念哦 把我们的昂记起来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 第二个 注音符号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昂 我们要让小朋友认识什么呢 来小朋友应该看到了 对不对 这是 星星 星星 什么是星星 小朋友 我们以前 每天zoom的时候 我会跟你们一起唱 小星星 对不对 现在我们也来唱一下 好吗 好 我们来唱唱 小星星 好 我们要看 太阳说再见了 来这个 请小朋友来看看 来听听看 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光在天空放光明 好想听多小眼睛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好 小朋友你有听到这首歌 你会唱小星星吗 你会唱吗 还记得怎么唱吗 你在家里可以练习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吗 好 好 这个 旧音符号就是要让小朋友来练习 小星星 好 我们一起来练练看 小星星 亮晶晶 好 小星星 亮晶晶 好 这个就是星星 很漂亮的星星 好 我们要认识的就是 嗯 星星 星星 嗯 嗯 嗯 好 我们要认识嗯 嗯 很简单哦 我们来找找看 嗯怎么写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嗯 哦 这个嗯 是这样写 那请小朋友帮我找找看 哪里有嗯 好吗 晶晶老师看到这里有嗯 这里也有嗯 好多嗯哦 这里也有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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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有 好多个嗯 在这里晶晶老师看到六个嗯 好多的嗯 小朋友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请你把它圈起来 好 接下来晶晶老师要请你来练习写 嗯 好 嗯只有一话 所以请小朋友你可以拿红色从这里开始 好 从这里 哇 没有停下来哦 还要再画哦 一直画 这是嗯 嗯是这样子的画 好 嗯 小朋友画好了吗 画好了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嗯 嗯 好 这里有告诉小朋友 嗯就是一画 一 一画就好 所以请你拿红色的蜡笔 一 从这里 一 一 从这里 一 一 从这里 嗯 嗯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写完了我们再一起来念念看哦 好 好 这个是 好我们来一起念念看 小星星 亮晶晶 好 这个是星星 嗯 嗯 嗯 好 请小朋友记起来嗯嗯嗯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注音符号是什么呢 小朋友没看到 儿 儿 你的舌头要卷起来哦 儿 好 我们来认识儿要做什么呢 好 儿要让小朋友认识你的耳朵 小朋友你有沒有耳朵 有对不对 每个小朋友都有耳朵 耳朵 好 好我们一起来念念看今天要教什么 好 小耳环 挂在耳朵上 小耳环 挂在耳朵上 金金老师也有耳环哦 很小你看不到 所以金金老师啦 让你看什么是耳环 好吗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耳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我们先看耳朵 这是小朋友的耳朵 好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有两个耳朵 对不对 两个耳朵 耳朵 好 什么是耳环呢 小朋友有看到吗 什么是耳环呢 哇 你看 这个耳环好漂亮哦 金金老师好喜欢这个耳环 你看他挂在这里 哇 这里有很多耳环 女生会挂很多耳环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小朋友 这个就是耳环 金金老师也有 但是金金老师的耳环 小小的 好 这个耳环是很大的 好 妈咪有没有耳环 有对不对 女生 小女生 你有没有耳环 也有好 好 这个是耳环 耳环要挂在耳朵上 要挂在我们的耳朵上 OK 好 接下来金金老师要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 小耳环 挂在耳朵上 耳朵 耳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 耳 好 我们来写写看 耳 耳是这样子 有两条线哦 好 我们来找找看 哪一个 耳 好 哪一个字有耳 金金老师找到了 耳在这里 还有呢 耳在这里 还有呢 耳在这里 金金老师看到了三个耳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就请你把它圈起来 好吗 好 好的 我们来练习画 耳 这个耳好大 我们先小一点 我们来练习画 耳有两话 所以我们来从红色 一开始 一 好 再来 耳 好 这个就是耳 耳 OK 好 两话的耳 好 那金金老师要请小朋友跟金金老师一起来数一数 耳 有几话 好吗 好 请你张开嘴巴 我们一起来数数看哦 一 耳 两话 对不对 那请小朋友拿红色的蜡笔 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来拿蓝色的蜡笔 好 我们来从二开始 耳 好 再一次哦 我们从红色的一 耳 蓝色 耳 好 最后一个 红色 好 再来 蓝色 耳 好 三个耳我们都写完了 小朋友你也写完了 对不对 好 我写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上面的 再练习一次 好吗 好 我们来练习 小耳环 挂在耳朵上 耳朵 耳 好 小朋友 这一次我们的注音符号 已经全部都上完了哦 希望你可以把刚才我们上的注音符号 把它再记清楚 好吗 刚才我们已经上了 耳朵 耳 耳 耳 星星 耳 耳 耳 太阳 耳 耳 耳 好 希望小朋友把注音符号记起来哦 好 小朋友 我们的注音符号 分 已经全部都讲完了 小朋友你也是把功课都讲完了 对不对 好 那希望小朋友你呢 可以自己在家里 常常把金金老师的video拿起来 看一看 好 把注音符号再记进去 好吗 好 金金老师的功课讲完了 要跟小朋友说 谢谢小朋友 好